一枚火箭落在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一处名宅 发出隆隆巨响 乌尔战持续了13个月 还没有任何停战迹象 除了巴赫姆特前线战火焦灼之外 当地时间30号晚上 东北部哈尔科夫州长又表示 有6枚俄罗斯飞弹击中哈尔科夫市 初步显示俄军是使用S300防空飞弹 而官员还正在统计伤亡细节 随着俄乌战越演越烈 俄罗斯却将在4月1号 出任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 让乌克兰外交部长发文抨击 这根本是个糟糕的笑话 他还直言只要俄罗斯还在联合国安理会 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是安全的 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封锁 俄罗斯从开战以来就不断寻求武器不计 来填补快速消耗的军火库 白宫方面表示为了要获取更多武器 俄罗斯从去年底就曾经透过军火商人 向北韩购买20多款武器和弹药 美国甚至还指出了同样遭到国际制裁的平壤当局 有意向莫斯科提供军事补给 来换取俄罗斯运送粮食给北韩 与此同时美国也对涉及进出口的军火商 寄出制裁 杜绝有任何势力 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动 环宇新闻 邱婉婷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